胡州无星区的康城国际商务楼里 有一家养生馆 徐阿姨介绍 当时被邀请过来听课 自己转了4万3千元给对方 记者注意到 收款方是铜炉县城南街道 园医会养生保健服务部 徐阿姨说 当时没有签任何书面协议 拉个4万3千元 你就能拉到1万 拉个13万9千元 你就拉到3万 你叫了两个人 你就回本了 后来我看我叫不得人 我要退 他们就是不让我退 拉人干嘛呢 拉人要干嘛呢 拉人要投资他们呀 就是就就是传销模式 差不多嘛 拉人要投资 那譬如说你4万3给他们 他们给你什么东西 他们给我一台机器 仪器 什么仪器 币波停的仪器 徐阿姨介绍 当时仪器就直接放在店里了 她没拿走 她在淘宝上搜了一下 截了一张图 显示这种币波停养生仪器 标价是750元 记者也上淘宝搜了一下 发现这种仪器各种价位都有 最贵的是19999元 便宜的从几百元到一两千都有 徐阿姨带着儿子和记者上了楼 养生馆玻璃门上了锁 里面没有开灯 玻璃门上贴纸通知 内容是4到8号 电力员工外出培训 9号正常营业 徐阿姨说 当时是老姐妹戴女士 带自己来投资的 她当场拨通了对方的电话 但两人说的都是方言 记者不太听得懂 戴女士啊 我是1888黄金言的妻子 现在怎么挂到我头上来了 这个啊 你电话给她 她说是你叫她来的呀 说的 当初是我叫她去吃晚饭的 然后路上去的时候 我是跟她这样说的 我说我带你去吃个晚饭 然后我说你听听就好 我说我叫她听听就好 你问她我是不是这样说的 你是这样说的 当时我说没钱 你不是还借过 所以一定要借钱给我 这个钱肯定能回 张伟来的呀 借了多少 借是没有借 我说还是张修款呀 他说你没有的话 他会借给你的是吧 他是这样说的呀 但请你是吃饭 如果他要想家门的话 我借给他 我是说过的 他说你在我来面 就是这个洗脑的嘛 我怎么没有钱在你手机上 你要这样想的 我没有按着你的脖子 叫你交钱是吧 怎么投资又怎么赚钱 记者挺感兴趣的 我们这个行业呢 就是健康 自己健康加分享的话 可以就是可以做那个事业 然后我就我就投了13万9 我是打算做这个事业 奔着这个事业去的 然后那天我们开沙龙 开沙龙呢 就是老师说你们要邀约一个人过来 吃一场晚饭让他来听听 那么我就叫他去了 我跟他也比较要好的 加盟的时候呢 他说没钱犹豫了一下 犹豫了一下 是的 我是说过的 我说你如果要加盟 我可以借钱给你 我是说过的 那总不是我逼着你 我拿个刀子架在你 不是叫你加盟的 钱在你手机上呀 咱们也说话是说 就是你把这个 他拉进来加盟的话 你有什么好处 我们是这样的 加盟一个小满贯 就是说像他的这种 4万3的话 公司奖励我们 1万块钱的车马费 就是 小满贯是吧 对 那大满贯呢 大满贯13万9的话 公司就是奖励 我们3万块钱的 那个车马费 但女士承认 他介绍徐阿姨 投资4万3的小满贯后 公司可以奖励自己 1万元 我自己加13万 公司不会还我3万的 13万9的话 是三台仪器 加那个48万的产品 48万的产品 对 28万的产品 28万 那你赚了呀 是的呀 我是赚了呀 我现在住这个行业 我自己赚到了健康 我又能赚到钱 我和乐而不 那你这个仪器 是你自己在开店用的 还是干嘛 店是大家一起 大家大伙一起投资开的 我也有股份 你们这个店开在哪里 我们的店在康城国际 我还有我妹妹 我给她加了大满贯了 我妹妹已经 你妹妹已经 交了大满贯了是吧 对呀 就是老师去到那里 去了一趟 她就看懂了 她也加了大满贯了 目前有没有这个回本了 哪有这么快的 我妹妹 13个月月底 给她加的大满贯 三个月月底 姑母子什么时候 来回本 什么时候来回本 看你个人的能力 能力指的是拉人的能力 还是实际经营的能力 我们这个不叫拉人 那应该叫什么呢 我是给你建开的同时 给你财富 不是说叫拉人 我们这个 徐阿姨说 她把儿子的装修款都投资了 目前摩兹俩已经产生了矛盾 她希望把投资退掉 你那也是属于两个大满贯的选手了 你能不能到现场来帮忙协调一下 利用你的这个面子 毕竟你要好了这么多年的小姐妹 她儿子呢 跟她也闹得不愉快 装修费 能不能过来 我没时间 我上班 投资了湖州的一家养生馆 收款方怎么是杭州同颅的呢 徐阿姨的老姐妹戴女士说的 大满贯和小满贯 到底是一种什么投资模式呢 康城国际商务楼的店没有人 徐阿姨说 她还知道对方的另一个点 看着黑漆漆的养生馆 再想想自己相识了几十年的老姐妹 徐阿姨当场后悔的落泪 我说大不大人我不退 我要退的 他们就不给退 不给退了之后 然后 我还没退了吗 我也不敢跟我儿子说 我没有退成功 我不敢跟我儿子说 我只能用他们的产品做做生体 他们有两个店面 一个在那里 我今天问他了 他说 那里不是店面 我去那里做了好多次了 他今天跟我说 那里不是店面 徐阿姨带着记者 赶到了湖州南太湖新区的 名胜花园C区 他有个店 他这里也是个店 你在看养生馆的 那你以前来这里做什么 做生体的呀 就是做生体啊 他们在这里有个店面嘛 他们叫我到这里来做 他叫我过来聊 我不是拖了 你刚才问他这里有没有人是吧 完蛋了 名胜花园是一个住宅小区 但有好几层楼的窗户上都贴着理发烫染 中药汉征的字样 徐阿姨去敲了敲二楼的一个房间的门 等了一阵 有一个小姑娘开了门 徐阿姨熟门熟路的走进去了 机器都拿走了吗 机器都拿走了吗 以前机器在哪里呀 以前机器放在这里呀 小姑娘呢 就是门的 就是门的 你们这里是开店还是干嘛 开店 开店的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做的 这是他们的产品啊 你是负责人吗 不是啊 是碧波亭对不对 这就是他们的产品 你们这个叫什么名字啊 没有 两个房间里都摆着按摩床 墙角这里堆放着一些没拆封的纸箱 上面写着公司名称是 绿枝运生物工程集团有限公司 徐阿姨说 当时对方卖给自己的产品 也是这种包装 他联系上了公司的一位张总 你是记者呢 刚好 他能打电话再来发微信给我 我跟他讲了 我等我回来 那我说也这个都是不存在于 怎么 这个东西不存在于什么 他讲起来怎么骗不骗 我说我们都是成年人了 不存在钱在你口袋里都是成年人 但是说这个事情 我说我回来我会给你解决的 徐阿姨投资的是湖州的养生馆 收款方是杭州铜炉的 这套住宅现场的产品外包装 又写着绿之运 铜炉有电 湖州有电 那到底是叫什么公司呢 我们公司是绿之运集团公司呀 难怪你们的产品写的是绿之运啊 对啊 就是绿之运集团公司啊 那你们那个仪器到底是不是逼波停啊 仪器是逼波停呀 那绿之运是什么情况 绿之运是我们公司呀 总部在哪里呀 湖南长沙呀 是那个荔枝营生物工程集团有些公司是吧 对 是的是的是的 老太太说他交了四万三 你们说让他拉一个人进来四万三的话 你就可以给他反反 有软是吧 没有 亲爱的记者 没有这么回事 你不要听他那个 现在我们有事说是 他就是想把这个问题解决 那么我也跟他说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我说这两天 那张总你别急啊 除了帮他解决问题之外 我想给你探讨一下 金银之道呢 我们这样 什么金银呢 介绍一下 不是 你有空我们可以探讨 但是因为我现在 因为我介绍一下那个 小满贯大满贯嘛 亲爱的 我跟你讲 小满贯大满贯 这只是你听他说而已 不只他说 那个姓代理也说 把他们也已经大满贯了 不是 只是办的疗程不一样 张总不太愿意跟记者探讨 公司的经营模式 记者转了个话题 这个徐阿姨说 她在这个民生花园 那个做过理疗了是吧 是的 几次啊 做了好多次了 做了好多次了 民生理疗 因为我们是私人住宿 我住在那边 所以那天我方便在民生 所以她来到这里 哦 然后你就帮她做理一下是吧 有 自己 她因为是小姐妹嘛 张总啊 你这个民生花园这个房子里 我看这种按摩床嘛 你住在这里很辛苦啊 条件很简陋耶 哎呦没关系啊 赚钱这算啥呀 眼看聊得有些跑题 徐阿姨插了句嘴 说投了大满贯后 可以享受三生三世的退休金 张总挂断了电话 再打过去就不接了 还没来得及跟张总好好探讨一下公司的经营模式 他就匆匆挂断电话 接着正感到遗憾 一位李总露面了 张总刚刚挂断电话 一位中年男子走了进来 徐阿姨一眼就认出来 叫对方李总裁 他们都是总裁 把我一岁起来 总裁急的是吧 那总裁你贵心啊 他说你是总裁 你是总裁 我姓李 莫子李 你总裁 我不知道他到底是 现在是什么一个情况 他是儿子 就往社会家里 其实没那么多钱的 给他吹吹叫不好 我们就是说就事论事 我们也有法务部的 公司都有法务部的 对对对 这个的话 我们自己都是说 我们不能说 以他为说为准 这位李总表示 徐阿姨想退款 得通过公司的法务部 到底有没有签书面的东西 书面的话 就是协议没有 那比如说他换了这4万三 可以得到什么东西 得到的话 他是得到他的一个 20年的健康的保证 就是我们自己 进行一个进度疏通 对吧 健康保证 不是我们不治病啊 我们前提说明 我们是不治病的 但是你说健康保证 这个保证 我们自己 这个保证 他生了什么毛病 你们都负责的意思 这个的话 就是说你 你自己这么说的话 我是表达的不清楚 这个是你说的很对的 我还要说明一下的 李总提到了 20年的健康保证 但徐阿姨说 对方这是谦虚了 明明当时说的是 投资了大满贯 可以享受三生三世 三代人可以拿 三代人可以拿 什么哪里都没有 我们这么好的 他说 哪里有三生三世的 我们有拿生三三三世的 他诱人 他总之 讲来讲去 就是不让我退 徐阿姨介绍 此前自己被拉进了一个满天繁星总监群 后面被注是胡州26人 目前徐阿姨已经被群主移出了群聊 但此前群里发的视频和文字还在 徐阿姨被移出群之前 群里正在搞八月份的级别目标接龙 有人的财富目标是总监级10万 有人的财富目标是经理级12万等 接龙群里还说 家人们 我们一定要先向宇宙下订单 先布局 级别是身份的象征 财富目标才会源源不断的来 群里还有一个表格 列出了目标财富的系列 其中满天繁星包括超级富豪10亿以上 富豪1亿到10亿 富人1000万到1亿 接下来是满天星总监高级经理等 群里还有好几段视频 比如这段 徐阿姨说是公司此前组织讲课的场景 慢慢慢慢成长 我可以在坎坷 我可以在几千个台上 我也可以跟大家分享 开开二台 我觉得这个能力是价值没有办法换来的 群里还有一段视频 是上完课之后 一位阿姨跟大伙炫耀她投了大满贯后 得到的退休金 群里还有好几段视频 记录的是会场里 众人受到这位阿姨的鼓励后 有几个当场拿出一叠叠崭新的百元大钞 说要加大满贯 大满贯 带着天地来家的 徐阿姨在挨个播放群里的视频时 李总坐不住了 先是想去拿手机 接着想起身告辞 记者建议她稍等片刻 因为市场监管的工作人员已经快到了 李总执意开车要走 但徐阿姨的儿子拉开了副驾驶的车门 不让他走 僵持了一阵 湖州市场监管局的工作人员到了 李总邀请市场监管工作人员 屋里坐 但对方还是先联系了公安 湖州南太湖新区龙西派出所民警也赶来了 徐阿姨把群里的视频提供给了警方 截稿前 徐阿姨反馈 对方扣除1800的费用后 把其余的钱都退给了自己 而她反映的这一系列问题 湖州市场监管部门和公安部门正在调查 要不要把黄金眼记住报道